大家好我是JBCrypt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想知道接下來的布局的話 請一定要隨我看完今天的課程 想了解到專家團隊的分析布局的 我們今天的順序做個顛倒 從以太坊開始 畢竟以太坊現在的走勢是調達比特幣的 應該是沒有人有任何疑問 今天的重點會講一下 做交易思維格局問題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我自己昨天記錄 這個40.83的一個進場價格 然後當期價格在4730 昨天有結一單是600多%的一個收益 50倍 我並沒有開整個超過50倍 我言下之意是假設我1000萬 我並沒有開到5億 或是我100萬我沒有開到5000萬 我的意思是 你用100萬開全艙50倍 全艙50倍是你最大可以開的部位 我只用了其中可能兩倍左右 我用的是個第一倍鋼杆零布局 懂意思嗎 你看我把鋼杆調小 他的收益率就下降了 不覺得很有趣嗎 你鋼杆很大 鋼杆很大是什麼意思 是你的這個漲幅 4726除以4083 得到一個收益率乘以50 這邊呢 是4730除以4083 乘以4 所以才會有655% 和54%這差別 基本上完全沒有高下之分 為什麼 因為你的進場價格是一樣的 根本是一樣東西 所以你各位不要被糊弄啊 我並沒有說他開抗桿 懂嗎 不要這麼可愛 我是強調第一倍鋼杆布局 我重點注意的是風險 我用4倍以下鋼杆 我本身啦 本身實際鋼杆這個單呢 估計大概是大概一倍多左右 如果用整個倉位的 整個帳號的錢來衡量的話 是大概這樣的一個 一個算法吧 對 整體來說 我只想我把他鋼杆隨便調一下 調整4倍 收益馬上血減 為什麼 因為 他就是 這個收益率怎麼算的 50倍 50乘以這個 4726除以4083這個數字 乘以50才等於這個數字 你這個54%呢 是4730除以4083 等於這個數字呢 乘以4 懂嗎 收益率 是你的這個倍數 乘以漲幅啊 或跌幅 懂嗎 希望你有了解這個本身的差別 好 然後我們今天 重點來講一下以太坊 一個走勢 基本上呢就先講一下行情啦 藍色或黃色的走勢 然後呢 重點我要代表一下 我個人做單習慣什麼 因為我最近發現很多群友蠻可愛的 這些留言讓我覺得 必須要把這個問題拿出來 詳細做一個講解 4876這個點 然後下面呢 大概是4630 這個是一個周線級別壓力 周線壓力 然後你看 上面 本周周線 假設本周周線呢 他周線收在 紅色向底上 向底以內的話 那麼 走出藍色的走勢 很有可能 如果 周線呢 像之前一樣 比如說 收在下面 比如說 收在 紅色向底下面 下面 像這一根一樣 這一根 那麼很有可能呢 會出現什麼 很有可能出現 黃色走勢 如果把它調成日線的話 這紅色向底 假設 假設收在 紅色向底以內 本周禮拜日 結束之前 收在上面的話 那麼 藍色走勢 高機率 如果 收在下面 比如說 我們本周周線 收在 4500多的話 那麼很有可能走出 黃色走勢 OK 大家需要一個概念 好 這是 以太坊的部分 然後講一下 我自己做單嘛 4083進場這個位置 你問我什麼時候止盈 我告訴你 我的止盈是哪個位置 我的止盈呢 6000 你又說 沒到率是怎麼辦 不會 它會到 至少都是 至少 至少都是5500以上的點位 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你要賺大錢 OK 賺大錢 我進場點位是哪個位置 大概4000多 你要吃這一段 50%的漲幅 那麼 你中間 勢必 假設出現黃色走勢的話 我甚至會加償 懂嗎 我甚至會加償 重點是什麼 你需要 你有大可去思維 你必須要怎麼樣 有承受 短週期利潤回測的一個 心理預期 你才能有賺大錢 那一個本錢嘛 你想要賺 你想要賺 這樣一個波段 那麼你有這樣的一個 你有這樣的一個 潛在的利潤回測 又何妨呢 是嗎 是不是 就像之前啦 就講 活生生的案例 活生生的案例 我們講一下 看之前 下面有留言 我看一下喔 大家好 我是JBCrypt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想知道接下來的布局的話 請一定要隨我看完 今天的影片也會 務必看完 今天 好像不是這一部 我看一下上一次影片 應該是這一部吧 對 應該這一部 OK 我剛剛才跟他留言完 你看 你看喔 我有留言說 看的不夠遠 我現在才講說 我要做的 OK 非常感謝就是 陳傑穎 那個 觀眾 他的這樣的一個留言 今天呢 我就特別 真的問題 做一期視頻 來詳細講解 第一個 我並沒有說 4300要跑火 OK 我之前 OK 我跟你講 我之前 的確 的確 有話說這樣走勢 有話說這樣走勢 但不代表他一定會這樣走啊 他如果直接拉上去 你需要這樣打算嗎 你看 我在這邊定進場的位置 我哪邊進場 我在4000這邊多就進場了 我在4083就進場了 4083進場 假設他出現 下回落下來 甚至打開上架 我都不意外 我還會繼續加商 因為為什麼 本身他這個策略 並沒有那個改變嘛 我看了什麼 我看的是 我看的是什麼 我看的是 50% 降個漲幅 降個收益 我根本不care I don't fucking care 完全不在乎 他有這樣的利潤回測 甚至說 甚至說什麼 他如果在現在這個位置 假設周線 真的 如果鎖掉 他收在4500這樣的位置 然後下一周 他下來回測 4250這樣的點位的話 那麼 有這樣的利潤回測 我都不覺得意外 我一樣會握死 握緊緊 緊緊握住我的這張單 甚至下來的話 在618的位置 再讓一個支撐位置 4250這樣的位置 我會再次加倉 為什麼 因為是合理加上位置 懂嗎 我們做交易 看的是格局 我一再強調 你有大格局 才有賺大錢的這種本錢 你只有小鼻子小眼睛 你想賺什麼東西 你想賺 這一段 這一段 然後呢 賺這一段 然後呢 賺這一段 然後再賺 期待他回落之後 再賺這一段 他就沒回落嘛 是吧 所以 我們 重點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有 Big Time Frame 你要大格局 你才有這種 賺大錢本錢 再想調 你要這種賺大錢本錢的話 你必須要 有心理狀態 去承受 這樣一個浮虧 有10%的利潤回測 是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本錢的 我們進場下下面 現在進入安全區間 突破加仓 回落我也會加仓 本身我策略上就是 突破 4.9 我才會再加仓 如果回落 4250 我仍然會加仓 我的期貨多難 這是我的一個選擇 一樣 維持觀點不變嘛 上漲趨勢並沒有改變 結構未破的話 情況下 我一樣維持大格局思維 我要賺的是波段 我要賺的是50%收益 我注意的 不是 10%這樣一個小小的波段 我根本不懈賺上錢 懂嗎 有這樣的利潤回測 懂意思嗎 如果有群友 漲上來之後 你在這邊出貨 我並沒有叫你出 只是你個人的選擇 注意你這是個人的選擇 你如果想要賺 這麼大一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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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你必須要 怎麼樣 你必須要承受 潛在的 這樣的利潤回測 或是 潛在的什麼東西呢 潛在的 這樣的利潤回測 OK 你有大格率 賺大錢嘛 是吧 你想要賺50%的錢 在50%以上的收益 開三倍 你想要翻倍以上收益 那麼 有這樣的 小利潤回測 又何妨呢 是吧 所以 重點是什麼 我並沒有說 4.3跑火 第一個 我必須要澄清 我絕對都是看 中長線的格局 有這樣的一些 批評我的一些 原論啊 我其實也沒關係啊 畢竟說 可能沒有清楚的 就是同學沒有看清楚我了解我這樣的格局思維 我這邊有講清楚我的布局 現在 完全完全清楚講出來 如果你想要 再次想調 你想要吃 這種 以上漲幅 有這樣的 7-8%利潤回測 都是非常正常的 懂嗎 你要是大波段 有小波段回測 都是情有可原 都是可以預期 跌下來 你也沒有比較平常 因為你看的是長線 中長線交易 懂嗎 跟我講的一樣 中長線思維有格局才賺大錢 一直想刷波段 小鼻子小眼睛 本來就很容易出現踏空行情 就像什麼 就像假設 你覺得它會回落 你在這邊出貨 它如果藍色走勢走出來直接噴 你就錯過了 就像之前 你預期它會 從 哪個位置 你預期它這個地方會下跌 你把它出貨了 那麼 怎樣 它沒有下跌嘛 直接 怎樣 直接上去 那你是不是就有踏空的可能性了 是不是 所以 我想踏空不是巧合 是你的習慣 你必須要改變你的格局 是不是改變你的習慣 你才有這個本錢 賺大錢 懂意思 好 即便它下來回測4250 我都不會出掉我的貨 因為我甚至加倉 懂嗎 因為我是低背杠杆布局 我是低風險 我看的是 潛在 翻倍以上的一個收益 懂嗎 大格局的賺錢思維 希望你有了解到你的格局 好 這是以太坊的部分 講還蠻多啊 我講了10分鐘了 然後看一下 以太坊對比例是一個對價 我們今天 比特幣就不做太多講解 因為比特幣還蠻弱的 說實在就是 沒有特別想講它 然後 以太坊的部分呢 這邊已經突破了什麼東西 突破了雙底形態 已經要繼續上看 上方的點位了 再講一個觀點 很多博主看到他們說 就是堅決要持有比特幣 不想換以太坊 或是把買手比特幣 換一點比特幣 以太坊過來 我覺得這個思維也是非常奇怪 我們做交易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有 時間上的差別 以太坊的暴漲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需要是賺大錢 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來台股 台股台積電是大盤 就相對虛擬貨幣市場 比特幣是大盤 當你做交易的時候 你每次都要衡量 假設你現在100萬 你做那個交易 你都要衡量說 你現在100萬可以買 多少商台積電 那麼有一張其他電子股 或是什麼疫苗股 它如果有錢在 30%收益的話 你要不要換 是不是 或是你有很大的把握 其他的 其他的標的有 這種 Outperforming 你看 以太坊有潛在的什麼東西 潛在的 可以打敗比特幣 28%的漲幅 也是什麼 你持有以太坊 完全不動 你都可以打敗比特幣 28% 這樣的漲幅 請問有這樣的機會 你為什麼不把握 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個人早就在這個地方 已經在這個位置 已經把很大 仓位的以太坊換成比特幣 比特幣換成以太坊了 因為我看的是以太坊 接下來潛在的漲幅 我根本就不糾結 有多少顆比特幣 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賺了多少錢 是不是 我們來這商量賺錢 不是賺多少個比特幣 重點不是這個嗎 你不是生活在虛擬貨幣世界 而且你重點有幾顆比特幣是來衡量你的績效 但也不是你唯一的標準 你重點還是你賺多少錢 假設SOL好了 SOL潛在可以漲到360以上的點 那麼你持有這麼多比特幣 為什麼就一樣糾結這樣一個思維呢 你看比特幣現在又在跌 是不是 我們需要太弱流強 掌握現在漲幅可能性最大的幣種 才是我們現在最良好的操作 是不是 OK我這是第二個觀念 剛剛講的是大格局思維 第二個講的是太弱流強 這樣的一個 非常根本做交易做投資 非常一個根本 我們看到一片土地 漲幅可能會返北 另一片土地 利益價比較近 可能只會漲10% 你要哪一個 很明顯吧 是不是 希望我就不用再 過多強調 你再不換以太坊的話 接下來直接噴上去 那麼 你還要不要換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是不是 現在的機會很明顯就是 換過去的機會 淺顯易懂 明瞭 好 這個部分 好接下來看看比特幣部分 比特幣的走勢我大概講了一下 畫一下短線的話 大概有 這個 藍色 藍色走勢 藍色走勢和 黃色走勢 基本上呢 我認為黃色走勢 有可能下去試探52600這個點 也要有這種 打算 如果 走出藍色走勢的話 以太坊會走出什麼樣走勢 藍色走勢 如果 比特幣呢 走出 黃色 再次下去試探底部的話 那麼以太坊黃色走勢的話 對應以太坊的 黃色走勢 OK 相信你各位是完全理解 佈局方式 這樣一個預測 好 非常清晰且明瞭 對應比特幣的話 以太坊走勢 會比較強 比特幣如果回落 以太坊大概就回落 4250 4300 水平 如果比特幣 高位 藍色走勢 橫盤直接噴 那麼以太坊 高位 直接 橫盤 週限收在上面 下週直接暴漲 去5千 就是這樣的格局 就是這樣的節奏 好 希望你說 理解這樣的一個分析的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全面 為什麼會說比特幣比較弱 你看 非常明顯 月限級別 比特幣收怎樣 收在58,800以下 你看 收線收在下面 非常不是那麼樂觀 它上來可能還要遇到一些阻礙 需要一些時間才能上去 懂意思嗎 所以 現在 把比特幣換成以太坊 你滿收比特幣換成以太坊 我認為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以上今天 我希望大家喜歡 加密貨幣行情起伏巨大 策略分析最小型 如果不想錯過最大的 賺錢之訊 請按讚訂閱 並開啟鈴鐺 歡迎加入全網最專業的 華人迅速貨幣 行情交流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